这个男人就要死了 他的妻子已先走一步 女儿离家出走 儿子去了孤儿院 看着家人一一离去 如果不是小麦 侯莫也会随妻子而去 马基离开后的一个月 丽莎还是无法适应 老爸已经彻底疯了 How could you say that to me 啊 丽莎听着妈妈生前的录音 跟妹妹告别 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她先找到舅舅家 可对方早就搬到了首都 丽莎骑着自行车开始了旅途 侯莫发布行人启示 他到处寻找女儿 还找警长帮忙 对方正在钓鱼执返 这可好 云莫抓到幼儿也没了 侯莫看着摩天大楼 萌生了寻死的念头 警长劝他考虑清楚 家里还有个儿子 巴特又没上学 侯莫把他臭骂一顿 并开始酗酒 每天在老猫子酒吧消愁 这天巴特在偷喝可乐 听到老爸回来 立即躲在房间 侯莫给巴特一顿胖揍 醒来时 他一时模糊 也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 于是写了封遗书 带着自己的玩具 别选择离开这个伤心地 他扔掉了最心爱的玩具 来到悬崖边 另一边 侯莫还毫不知情 当他回到家时 看到巴特写的遗书 侯莫后悔不已 都怪自己嗜酒成性 他决定彻底戒掉酒瘾 工作时 侯莫受到老板的板板刁难 他一直隐忍着 只赢家里还有一个小女儿 他不能再失去最后的亲人 猴莫被罚退转盘 却没有实际用途 猴莫带着女儿去海边 突然一只蜻蜓趴在车窗上 那感觉很像是马鸡 猴莫独自照顾小麦 第一次为他换尿布 逗女儿开心 红小麦入睡 猴莫终于算得上称职的爸爸 大半夜又被女儿吵醒 只因为他小妈妈了 猴莫强忍着痛苦跟小麦解释 现在家里只剩他们两人 他望着可爱的小女儿 眼神中透露出千言万语 这是小麦第一次开口说话 上吊的绳子挂在屋顶 心如死灰的红墨蜷缩在床上 他也会离开这个世界吗 这集幸福森由700多集的片段剪辑而成 故事流畅逻辑清晰 给大家带来不同视角下的幸福森一家 看似一块幸福的家里 离不开马迹的邪铁而语付出 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幸福美满 珍惜身边的亲人 我是爱说动漫的小将将 记得关注我哟